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思涵 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球秀 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也许您会注意到 厨娘很少穿红色 对不对 除非是新年特别节目的时候 那今天为什么穿红色的呢 猜猜看 没错 今天我们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料理 就是辣乎乎的 既麻又辣的川味料理 我们请到非常年轻的主厨 蔡凤庆 凤庆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凤庆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川菜的料理 叫做口水鸡 听到口水鸡 大家应该就知道 其实是川菜里面很有名的这个料理 那就是一定会流口水的 因为我现在看到你的那个材料 我就已经流口水了 那它的主食材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是白斩鸡吗 我们选用的是防土鸡 那它肉籽吃起来会比较Q弹 那我们等一下会利用这些打成它所需要的一个酱汁 那它口味会酸中带麻 麻中带香 香中再带一些辣 对 我们这个川味料理呢 基本上就是以麻跟辣嘛 然后呢 这个香气呢 都是个别非常独特的这个料理 不过我看到我们今天这一个鸡肉 我有一个疑问 我自己在家如果要烫那个鸡腿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烫得那么漂亮 能不能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你有什么优势吗 好 那我今天就来跟各位讲一下 我烫鸡腿的一个小撇步 就是我们烫鸡腿的时候 一般人烫的时候 就是直接放下去 然后就烫了 就是滚水才可以烫吗 滚水才能烫 可是我教大家一个小撇步就是 你把它先烫过一次之后 捞起来泡过冰水 让它的皮收缩之后再下去烫第二次 它就不会再度的收缩 然后它就不会破皮 难怪 因为我就觉得我烫起来的那个白斩鸡 就是感觉那个皮就也不会很亮 然后有时候甚至会破损 可能就是说 一直从头都烫到尾 那刚刚凤卿跟观众朋友分享的 就是说 如何把这个白斩鸡外面的皮 可以烫得很漂亮 就是你热水滚的时候 你烫下去捞起来 再泡到冰水里面 让它紧致紧缩一点 让它收缩一下 OK 这个是很好的方法 大家要学起来 对 那现在我来为各位先示范一下 我如何把它制作成一个酱汁 那我先加入砂糖 然后腊油 以及我们的花椒油 以及我们的白醋 这个糖我觉得也很多 凤卿 对 因为我们一般在形成油醋的时候 必须注意到的就是油跟醋 还有糖的比例 然后它才可以拌成高霜 强加那么多的理由 会不会是说因为这样 在吃这个辣麻的时候的那个 糖会结一些辣 会比较缓和一点 对 就不会那么的辣 那要看不到这个糖的栗子吗 对 要拌到它没有糖的栗子 因为糖跟油跟醋的时候 它就像我们类似西餐的油醋这样 然后我们拌打成高状之后 我们在做存放的时候 它可以存放得比较久 但是如果你没有先打成高状的话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它其实就会做成油水分离的状态 那你刚刚用的这个腊油跟花椒油 应该是你们自己做的吧 对 要不要顺便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怎么样做 那其实我们的花椒油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花椒绿 我们的大红炮花椒 加我们的沙拉油下去 然后经过两个小时的提炼 用小火慢慢的熬煮 那你这个花椒要不要先煸香都不用 就不用就是用小火 两个就一起这样子 对对对 沙拉油加花椒 然后从小火慢慢给它加热 加热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它的香气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冷之后 可以做我们平常调味用的那个花椒油 那边拌的时候可以发现它已经越来越 有一种筹化的现象 那筹化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加入其他的调味料 就像我们的酱油 以及我们的酱油糕 像酱油有没有说什么生抽啊 或者什么滴盐啊 还是什么特别的酱油 普通就可以了吗 其实我用的只是金兰酱油而已 我们用一般的酱油就可以制作了 那我们再加一些我们特别就是酱油糕 增加它的稠度 可以发现它会越来越稠 然后此时 其实我们把酱汁的基底打好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添加我们的辛香料 那我会加的就是我们的蒜头跟姜 还有花椒 这个花椒就是我们麻的一个来源 其实我非常怕这个咬到花椒的感觉 那接下来我加入一些炒过的白芝麻 提升它的香气 然后现在所拌好的就是我们的 扣水机的酱料 那拌成这样子之后 我们先静置在一旁 那我们已经开始要准备盛盘了 那我要先把我的 要让大家感觉到脆口的小黄瓜 我们先切入放入汁之内 我们对拌之后 再对开 然后我们把它切成钉状 然后我们把它置入旁中 接下来为大家示范的就是 我们拆解这支鸡腿 主要就是你对它越温柔 它就取得越漂亮 那我现在为大家示范一下 怎么取鸡腿 那一般来讲 我们这一块对不对 我们可以先把它取掉 拆下来之后 这里有一个骨輪 大家有看到这个吗 骨轮啦 骨轮 之后把它化开 接下来就是沿着它的骨头 骨轮在这边相对的它的骨头 就会沿着这条线直接的生长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这样 沿着它化开 化开之后 大家就会看得到 它里面还有一只骨头 对不对 那我们再沿着它边边 慢慢地把它割开 那就是沿着它骨头化开之后 再把它割开 那这里可以下一刀 让你比较好拆解骨头 这样子 那我们一只鸡腿就取好了 好完整喔 连皮都没有破 对 这样子切出来才摆盘 真的就比较有卖相啦 对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把鸡肉 切好盛盘 那像我在切这个的时候 我喜欢就是把一些多余的肉 把它切下去垫底 让它看起来会比较蓬松 之后我们再把皮装过来 开始切 这样切出来的都很均匀 对不对 对 原来餐厅在切的方法 跟我们在家切真的是不太一样 对 那我们下这个鸡肉的时候 这样摆盘起来就是很漂亮 对 这个花生是增加它脆口的感觉 它刚刚拿花生那一上那 我还以为什么厨房消费 结果都直接撒上去就好了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加入我们的酱汁 然后淋上一小匙 然后我们的口水机就完成了 好 那就是我们今天呢 奉庆带来的其中一道这个口水机 对 那偶尔尤其是天气比较 换个口味天气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四川的这些麻辣的这些辛香料呢 来调制自己喜欢的酱料 然后煸一煸之后 再把它用干锅的这个方式来处理呢 就会呈现不一样的这个风貌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 喜欢吃辣的朋友 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今天带来这个口水机哦 我们今天很谢谢奉庆 希望下次可以给观众朋友带来呢 更丰富的这个料理 我们下次见 谢谢 谢谢 黄金 谢谢 谢谢